新月幸福乐 你是宇宙万有下唯一的唯一 也只有你才被赋予追求人生课题的能力 你劝缺的只是练习 欢迎你来到新月幸福乐来练习 亲爱的朋友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 今天跟大家选了一本书叫做 开启你的惊人天赋 科学证明 证实你能活出极致美好的人生状态 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是很特别的 然后我们今天也很开心的邀请到方语主编 来到我们的线上跟听众打个招呼吧 你好安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因为那个听方语一直特别来推荐这本书 为什么会想要出版这本呢 我觉得这本书很特别的是 他这本书拿出证据让大家相信 自己真的拥有很强大的力量跟潜能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说 大家都你动用力量啊 你有潜力啊什么的 这本书他拿出了证据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这本书很有 吸引人的地方 那透过科学的证实跟里面很多奇迹的 那个真实案例 他其实证明其实这种潜能不是少数人才拥有的天赋 而是身为人都拥有的共同可能 所以很多人不相信自己 但最新的研究告诉你 你真的可以时间跟你真的可以做到 所以如果什么 一定要拿这本书 对 那可不可以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 他的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作者真的也是很特别 那我大概快速浓缩一下 他精彩丰富的背景 那作者他是国际心灵科学界非常有名的研究者 他本身是神经科医师 也是一位科学家 然后其实很多人大概有看过 或有听过一部蛮有名的获奖一篇 叫《当心灵遇上科学》 那他也是里面的科学家之一 他还到过32个国家演讲 然后发表很多很厉害的研究 那我觉得他的背景 不管是专业度或是知名度 是毋庸置疑的 那为什么他这么有名 就是他整合神经科学 表观研学 量子物理学等等的领域 利用这样子的知识去帮助人 疗愈自己的疾病 慢性病 甚至不治之症 就是有一些找不到方法的 可能又透过不同的方式 竟然可以疗愈了 那就是帮助这些人 拥有更好的一个生活品质吧 我想 然后但是不只是病人 因为这研究并不是来帮 不只是来帮助病人 他还能够帮助一般人去实现自己理想的生命状态 那这个其实是每个人都非常渴望的 所以我觉得从就是这本书会让你发现 不管就是从疾病疗愈到一般人的梦想实现 这整个的宇宙科学都是非常紧密关联的 是 你知道刚才讲的当心灵遇到科学 你知道其实在国外教授我们懂得差 但是我觉得台湾的那个影片就是赶紧密关联的 你知道这个影片已经二十几年了 你知道吗 很久很经典 对非常经典 就是说你在心想自成 你如果想要用 用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科学或是量子的概念来 来去证实的话 你看过以后你会觉得 哇真的很多东西 就是你必须你的头脑必须要update这些资料 所以这本书有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可以再来跟大家多讲讲 就是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一般人就说人在坐天在看 然后现在随着时间的进展 大家其实是人在坐那个科学都在记录 你散发这个情绪 你散发这个念头 其实是它的物理跟就是它的科学 它是有证据的 然后就觉得你不要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留下 你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是全部都在 就已经记录于五行了 我就是觉得这个非常就是有趣的地方 那这本书我觉得除了它作者非常有实力之外 我觉得因为它的书也都 因为它有这个基本的实力 就是不难去理解它的书其实会非常的精实 但是最有魅力的是它把复杂的科学资讯变得很浅 浅浅简单又精彩 那而且它提供清楚的步骤让大家可以运用在生活中 那这本书它那个段落的长度其实有针对读者去编排 所以我觉得蛮刚好的 然后在阅读的部分 大家刚刚可能听我讲说 哇什么神经学表观遗传学量 天啊我是不是跟我没有关系看不懂 那其实不会因为这本书它最大魅力就是它 其实大家是可以理解可以看得懂的 那建议大家一开始如果觉得这东西有点遥远 它可以从目录先挑选自己有兴趣喜欢的主题阅读 慢慢延伸 然后最后其实把这整本书串起来之后 就能感受到更全面立体的一个认识 重新认识自己真的拥有这一笔惊人的能量财富 那就是我其实在不同状态的时候 喜欢的章节也不太一样 那有没有举你最喜欢的章节是哪一个章节呢 我最喜欢的章节哦 要看就是比如说我有一阵子在练瑜伽 我最喜欢的可能就会是松果体那一个部分 因为松果体其实是对人类潜能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人类潜能也是关键啦 那我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话 我可能会喜欢心灵电影 就是我早上起来 我要怎么样想象我的一天会是怎么过怎么顺 那我当我把这个自己的那个心灵电影 我一天会过得怎么样的故事想完之后 我发现我日子会过得比较轻松 因为我当我把这个情节已经想好了时候 我就比较不会去乱滑一些垃圾的资讯 乱看一些东西 或是找会或是要找负能量的人 或是什么等等的 就是因为它不在我今天早上的一个行程当中 就自然比较不会去勾到 就有时候你真的想象你的未来 你就会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就是走上那条路 那所以我觉得一般生活中 对我来说最实用的是心灵电影这一个部分 那如果要进修或是进阶的话 我就喜欢时空空间平行时空 中国体那一个部分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 因为你知道吗 就是我最喜欢跟好朋友或是同学们 讲一个东西就是心灵电影 就是你每天早上你最好起来干嘛 就是跟自己练那个我们讲说美好的一天 对 比如说从今天起 我愿意起床之际对自己说 这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这是一个美好的设定 真的 对把你今天所要发生的事情都想过一遍 因为你知道吗 当我们想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的思想其实就是能量 然后能量它化为我们讲的重量的时候 必须要认真去想过以后 它就开始会帮你好像我们讲的 布置好你自己美好一天的能量这样子 对对对 那书里有提到就是感同身受很重要 就是你在这个想的过程中 你不能想我就这样这样 你要真的就是感觉你已经在那个状态 去感受那整个过程 是对 所以就很好笑 有些同学就很偷懒说 那那个就因为读这个章 这个我讲的美好的一天开始 要读的开始 所以有人就说 好那就干脆一句话 那个早安美好的一天开始这样子 其实关键 老师发生关键背后是那个震动 不是你说了什么对不对 对没错 就是你有没有感受到你 嗯美好的一天 跟天哪美好的一天 就是这两个震动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是是是对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那个我们方言主编讲的非常的好 这个这个心灵电影这个你要播放真的是要深入其境 然后当你深入其境你的那个感受 其实感受就是我们讲的震动频率 它就会跟你的内在就是更为合一 或者你只是有些人就做功课 哎功课做完了 怎么还没发生 对那是没有用的 好那可不可以来继续跟大家谈一下 就是他谈的那个能量送到身心脑的方式 就是这是什么样的方法呢 哇这个主题真的很大 因为很多人大家都希望能够将脑灌到自己的身心灵 那我先讲一下 他其实跟其他很多科学家有一起合作 那他们对冥想进行了很广泛跟深入的研究 那所谓进行这样子深入广泛的研究 就是他们用科学的方式 所以老实说在这本书里面 他提到的能量送到身心脑 他的方式其实是用冥想 可是冥想有非常多种 然后每一本书 其实很多书都在讲冥想 我为什么要选这本书 为什么要选这些方法 我觉得这本书 他特别的地方是 这本书里面的冥想法 他都已经是经过很多实验 不是凭自己做着本身经验 或感觉分享给大家 他背后有无数的学生等等的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测量 发现当他们在做这个冥想的时候 有很多人都能够得到效果 那他累积起来 才选把一些重要真的对大家 科学证实有影响 能够影响到你大脑的 影响到你心的这些冥想收入 在这本书里面 所以这本书的冥想 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应该对冥想不陌生 那他里面还有很多 关于冥想的测量 比如说我们常常以前讲的脑坡 你在不同的脑坡 你有不同的状态 他们现在有仪器跟团队测到 伽玛坡 伽玛坡以前是测量不到 以前说我在狂喜状态 我在一个就是无法形容的 一个神秘境界里面 可是那个大家就想 听你在说说什么等等的 可是现在 现在真的是测量得到 就是当发现大家进入 那一个很棒很棒 很高的状态的时候 他们他发现 他们的脑坡是属在伽玛坡 我觉得陆陆续续会有 很多测量测量的 出来的一个结果 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其实是存在的 而不是我们因为感觉好 就认定它存在 然后这本书里面 有九种的冥想方法 然后分享给大家 那里面有包括 比如说是静坐的冥想 或者是步行冥想 因为有些人可能没办法做 它里面有一个蛮大的章节 就特别讲到了步行冥想 那这些都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那步骤又简单清楚 但建议就是要前面 读完前面的原理解释 就会更进入状况 但是因为他的那个冥想方法进去 比如说你乍看会觉得 坐下放松 放下你的意识等等的 会你如果直接跳着 看冥想法的话 会不太了解 可是当你先了解 它的背景跟原理之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然后能进去 跟得到的效果就会更快 所以你知道吗 我就常常建议人家说 如果你冥想要么就睡着 要么就无私乱想的话 那干脆来一个就是 刚才讲散步冥想 人家说冥想原来也是可以睁开眼睛 然后你知道吗 在佛学那边 他们可能会讲到叫做行禅 其实你在走的每一步法 其实他都有一些 有一些我们讲静心 你的心其实是可以随着 慢慢慢慢的走动 然后心就是可以慢慢的下来的 我觉得这叫散步冥想 是一个蛮好的 这书里面我觉得是 讲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是可以让你可以跟着一个步骤 因为很多人会觉得 这有什么 就把他翻过去跳过去 我觉得就很可惜这样子 对 而且我觉得散步其实 它有一定的功效 只是我们以前不了解 而且也没有 特别把它拉出来讲 可是大家都喜欢 我吃饱我想散个步 我心情不好我想散个步 就是都散个步散个步 可是原来散步 就是回头看 我马上倒着走 回头看散步真的是个好东西 然后科学就来告诉你说 为什么你散步完 你的感觉会特别好 那你不舒服的时候 怎么样利用散步的冥想 又可以再加强它的一个效果 对啊 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就是 当然散步有时候会 就是那个失序就飘来飘去 但是书里面会告诉你说 你怎么把专注收收回来在 比如说你的脚步 或是你的身体上 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用的一本书 好那可不可以再继续来跟大家谈谈 就是那个驱离愤怒 然后慢性被通移 那个脚痛黑好的 这个群续身体的连结性呢 这个真的也是很特别 不能说很特别 是因为它是发生在普通人身上 所以对不是特别的人才会有这样子的发生 那它特别是因为我们多数人不相信这个过程 竟然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所以它是一个特别 可是它是作者的遇到的一个真实案例 那它是一位就是年轻妈妈 那它有一次出了车祸 所以它其实那个后遗症非常的严重 那它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卧床 然后它下背以下都常常就是 会一直不断的疼痛 我觉得那个人生非常的辛苦 更不用说什么 也不能开车 也不能睡觉 就是一天就是每天就是过得有点像神不如死的那种痛苦状态 而且它也无法照顾好 它还有两个小孩 一个三岁 一个五岁的儿子 也不能工作 所以我觉得它整个的一个状态就是真的是到谷底了 然后有一天 但后来医生也有建议它做手术 可是效果也都不好 所以有一天她丈夫就说服她去参加作者在西雅图办的一个研习营 然后刚好是预计就是她手术的前一周 然后光是坐飞机这件事情到那个研习对她来说就很痛苦 但她还是到了 那当然第一天 她平常都躺在床上休息 她竟要到研习营金前 老实说她非常的痛苦 然后但是她还是努力的尝试 可是她其实老实说心里已经有一点放弃了 但是奇妙的就是在第二天 她也其实她同时也愿意给自己一个 我觉得第一天的信念有差 因为我觉得人改变信念其实就是很好的第一步 虽然她的身体还是在很痛 至少但是第一天的信念让她愿意在第二天尝试 她第二天其实就想尝试看看不吃那种止痛药 然后想要享受这一次研习营难得得到的体验 所以她就有了一个 天哪 竟然有专机了 因为在有一个过程里面 作者要求学员专注在他们身上 两到三种的负面情绪跟感受 然后让他们从 细节我可能不多了 因为她还有一些脉轮的一些教导等等 但她专注 她其中一个选择要面对的情绪是愤怒 因为她相信这个让她的身体 因为大家在这个研习的过程当中 大家自己会开始慢慢静下来找到自己的问题 那她相信这个是她身体疼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然后她就开始照着老师的步骤 慢慢去感受 跟慢慢用心去疗愈 然后她就感到全身都放松下来 然后那一股能量竟可以从身体释放出去 然后引导出去 之后她做这样的练习 她发现她也不用吃药了 然后她的疼痛 就是她也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她从来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她觉得她很难用言语去描述 但是这个过程就是彻底的改变她的生活 跟她的一生这样子 是 哇 真的很特别 对 我们说很特别 但是你看到作者的例子多到很泛滥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一般人应该都可以做得到 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作者要出 因为它要告诉大家 你要相信你做得到 对啊 因为我觉得真正是意念创造的实相 对 你脑筋想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 但是因为你知道我们都常常活在这个 好像被这个环境啊 被这个世界给摆布之下 你都不知道原来自己是可以有那个 金人的天赋跟金人的那个能力 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对 好 那最后还没什么想要跟大家补充的呢 我觉得就是这本书 我觉得从古道经 刚刚也讲了刚刚的例子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 这样子我们觉得奇迹的一个 如果当时 这虽然书上没有提到 但是我觉得JK罗琳的例子 我也印象很深刻 因为JK罗琳以前真的是 也是到人生谷底有单亲妈妈 然后生活有出问题 但是竟然能够发挥潜能 就是 写出哈利波特 对 写出哈利波特 就是这个过程 他不是上面的人 他是活生生在我们世界上的例子 那这些例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大家回到 如果你要给自己机会 你要给自己信念 然后这个是开始的第一步 那这本书呢 先服务你的事 他告诉你 你的证据是你可以 让你不怕踏出第一步 你就开始了你的人生的改变 对啊 真的是要谢谢那个方雨 跟我们就是选了这本书 然后让他出版 让大家可以得到更大的潜能 所以这本书是 开启你的精人天赋 三彩文化出的一本好书 谢谢 谢谢 谢谢安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大家